我写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下面是个点儿 平儿 横平儿 在这儿来 竖 这竖 这号 再写一点儿 再写一横 再写下边这个口子 下边再写这个田 我先说一下 点儿 点儿点到这儿来了 这个横应该往上抗肩 这笔下来之后 往下来 连着下来 连着下来之后 这一竖笔 注意 不要 不要点在这个点儿的正下方 不要点在这儿 要稍稍偏左一点 点在先偏左一点 注意这个撇的长度 不要超过这个 这一竖 不要超这一横 这个撇的长度 不要超过这一横 超这一横 这撇就显得太长了 显得太长了 这个点儿点在了这个位置上 点在了撇和树的当中 这一竖笔尽量不要太粗 太粗的话 显得太笨 这一横点 写在了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在哪 它基本上是在这个点儿的下沿 开始起笔 稍稍往上看一点尖 不要写太长 下边这个口和它 基本上是在一条线上 这个口要求是上大下小 什么叫上大下小 这些口上边是大的 下边是小的 这些口要点 这边这一竖笔 向右边靠一点 但是呢 这一笔 你要往里边靠的要大一点 下边写到这个田了 也是一样 到这来 也往里头走 写到这之后 上来看这间 这一笔 也是往里边靠 也是形成了 下边宽 下边窄 中文字幕志愿者